嗨,大家好,我是周丽莎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基础图样的名称是Flowvine 那我们会用到的笔有真管笔,铅笔和纸笔 今天这个图样也可以变化出很多不同的变体 其实缠绕画非常迷人的一点就是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添加不同的元素,画出有自己风格和特点的图案 首先我们先来画几条短线 这个短线要保持在同一条直径上 然后这个每条短线之间的间隔最好是保持一致 下面我们画波浪线 那波浪线呢,在画的时候要通过波浪线 把这每条短线的这几个点进行连接 然后我们开始画弧线 那这个弧线呢,要跟这边的点能够连上 下面我们再画弧线,让这个点和这个点进行连接 你小心把这两头的图案补齐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凹陷处画几朵花瓣 然后我们给画半画上光环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圆弧的这里 再画一个圆弧,然后涂黑 然后我们在线条的这一头 可以给它涂黑 下面我们打阴影 下面我们打阴影 纸笔晕开 这个第一个图案就画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画一个遍体吧 先用铅笔打一个辅助线 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在这个圆弧里的图案 现在我们下来看看 我们下来我们下来看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图样就画完了 最后写上我们的姓名和日期